欢迎收看凤凰财运日报 市场对美国银行业的危机蔓延的忧虑缓解 那么焦点已经转向美联储 在同时面对长期通胀 还有金融稳定这两大难题的时候 会做出怎样的决定 这攸关于美国的银行业危机 会不会继续上演续集 另外内地的官媒今天发表评论文章 指这个事件并不会冲击到 中国的金融体系 但是金融业仍然要汲取教训 将风险防控放在首位 那么相关的话题稍后 有请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 斯瑞集团首席经营学家 洪浩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和分析 而在股市方面 我们看到美国上个月的通胀数据 大致符合市场的预期 加上银行股反弹带动昨夜的美股造好 亚太区股市今天也都普遍上涨 其中香港股市收升接近300点 不过成交缩减到1080亿港元 现在你看报道 香港股市今天明显反弹 美国通胀符合预期 降低了美联储大幅加息的预期 和银行业危机蔓延的风险 加上内地经济复苏加强 基地恒升指数明显高开275点 早盘最多攀升497点 午后稍有收窄涨幅 但中场仍然保持近300点的涨幅 横指收盘报19539点 上升291点 涨幅1.52% 主板成交1080亿港元 蓝筹股涨多跌少 内房 汽车和科技股涨幅居前 其他板块也普遍上升 但内需和部分本地地产股逆势下跌 本地金融股也表现落后 内地股市今天走势分化 护城两市高开后 护质维持高位震荡 深圳市场则乏力回落 深城指与创业板指双双翻率作收 从盘面上看 中字头与中药股持续走高 ChatGPT概念与酒店股则表现较弱 护质收报3263点 升幅0.55% 深城指收报11413点 微跌3点 创业板指数下跌0.24% 科创50指数跌0.6% 两市成交缩量至8000亿人民币水平 北向资金净买入32亿元 亚太股市方面 韩国股市上升1.31% 台湾与日本股市均收在平盘线的上方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接连有中型银行倒闭 而被接管引发信心危机后 银行业已经逐渐恢复谨慎的冷静 那么银行股在经过周二大涨后 周三在盘前交易时段 又进一步大幅反弹 其中第一共和国银行 一度急升超过两成 不过欧洲的银行业 可能又有危机出现 那么银行股普遍转跌 同时资金也继续由这些银行流出 而各主要评级机构 纷纷下调了第一共和银行 或者是银行业的评级 被接管后的硅谷银行的 新任行政总裁马越普洛斯 与主要持份者和投资者 举行事项会议 他呼吁客户把存款 重新投向硅谷过渡银行 指出银行的未来能否继续存活 与存户的行动息息相关 而银行的资产全数 转向过渡银行后 期存服务已经恢复正常 另一家被接管的签名银行 同样恢复运营 稳定币铸造和发行商Circle表示 已经从银行赎回了 29亿美元的稳定币 并铸造了7亿美元的稳定币 客户投放在两家银行的存款 将可以全额提取 不过新型危机还远未过去 很多中小银行的小存户 继续试图把提走的款项 投向大型银行 有媒体报道称 过去几天里 摩根大通 花旗和美国银行 等大型银行 都接到了大量 希望从小型银行 转移资金的查询 这些银行正尝试 采取额外的应对措施 包括加快开户程序等等 有报道称 美银短短几天内 便吸收了超过 150亿美元的 中小银行转移存款 而摩通 花旗和富国 也吸收了近百亿美元的 新存款 目前美国金融市场的焦点 已经从旧网 转向加强监管的问题 有知情人士透露 联邦储备局正在考虑 对中型银行 实施更加严格的规管 包括更高的资本和流动性需求 以及更严格的压力测试 另外 司法部和证教会 以及马萨诸塞州的监管当局 也分别正在调查 硅谷银行的倒闭细节 包括倒闭前几天 公司和高管出售股票的详情 而拼级机构 也对美国银行业 持审慎的看法 穆迪周二表示 下调了美国银行业的 拼级展望 由稳定下调到负面 并且指出 三家银行接连倒闭 触发信心危机 令银行业的经营环境 持续热化 而同时 目的也将签名银行的评级 下调到垃圾级别 另外包括 第一共和银行在内的六家银行 被列入负面观察名单 另外 标普全球 也将第一共和银行 列入了负面观察名单 不过标普指出 不会再将其他银行 列入负面观察名单 因为至今没有见到 广泛或失控的存款外流情况 但由于部分银行所受的压力较大 有分析师认为 美国银行业爆雷 是因为监管不利 美国有一个 Dawd Frank的 加强银行监管的法案 那么在特朗普政府时期 这个法案被稀释了很多 特别是对中小银行的监管 在他们的浮亏的处理方面 没有很高的要求 这是为什么这一次 SVB和其他的小银行 出现问题之后 这么长时间 没有被监管机构和市场注意到 白宫方面表示 正在小心监察 一共和银行 和其他小型银行的发展 但强调经过当局采取措施后 银行体系状况已经大幅好转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先来看内地2023年的经济开局 呈现企稳回升的态势 当中消费由跌转升 工业跟固定策案增幅也有所扩大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 今年首两个月的全国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2.4% 比去年12月加快1.1个百分点 41个大类行业之中 有22个行业的增加值保持增长 当中以电器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的 升幅最为显著 拉动经济主要动力的消费板块更重实增长 首两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长3.5% 扭转了之前三个月收缩的情况 扣除汽车收入的零售增长5% 按类型划分 餐饮收入增长9.2% 商品零售则增长2.9% 网上零售额按年增长6.2% 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为22.7% 反映基建投资的固定资产投资 在首两个月增长5.5% 比去年全年加快0.4个百分点 当中第二产业的投资增长超过一成 表现领钱 而二月份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6% 比一月上升0.1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表示 今年5%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有压力 有挑战 但对能够实现目标充满信心 增长目标呢 我们说呢 左右的这个预期目标呢 它是有利于防范和化解 经济运行当中 存在的各种问题和风险 从今年来看呢 疫情的这个影响 对于整个生产需求的 这种疫情性作用 可能有较大幅度的消除 有利于释放经济增长的潜力 从我们当前的经济运行的情况来看 从我们的资源要素的支撑条件来看 我们是能够支撑 5%左右的这样的一个 预期增长目标的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美国多加地区性的银行日前 相继爆发流动性危机 而随着监管机构迅速出手 拆弹后 金融市场呢 似乎已经松了一口气 不过后续拖累市场的因素呢 仍然存在 我们相关的话题 我们立刻请教 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 思维集团首席经营学家 洪浩贤 洪倩你好 主持人你好 洪倩贤市场 最近大家当然都在探讨 就是为什么美国 在一个星期之内 接连有三家银行倒闭 已经发生了什么事情 大家都在探讨这个原因 那么综合来看 不外乎是资产的长短期的错配 还有缺乏存款准备金的做缓冲 以及我们看到管理层的 这个危机处理能力适当等等 那么大环境的因素来看的话 当然是美联储 长期期待加息造成的 这个高利息环境 以及监管适当等等 那么从这个事件演变 到目前为止 您觉得我们从当中 学到什么样的一个教训 对 我觉得最大的教训 就是有一些东西 你以为是很安全的 其实它并不是 你想象的那样的 那么其实这一次的暴雷 那么很大的原因之一 就是因为美联储 不断地加息 那么在加息的同时 引起了美国美债的收益率 不断地上升 尤其是在这个短端 而且它上升的幅度和速度 都非常快 那在美联储加息的时候 其实你觉得美国的经济 好像韧性比较强 对吧 那个就业市场 零售消费等等 都非常的强 似乎没有衰退的迹象 但是与此同时 这个银行的买的 这个美债的投资组合 它受到了大幅的冲击 它的价格不断地下跌 这样的发生剪记的时候 很多银行 尤其是中小银行 发现了自不抵债 所以就产生了 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么所幸的是 就是说跟08年不一样的是 就是说08年是因为 你的贷款出现了问题 对吧 很多贷款成为了坏账 而这次主要是投资 这个价值出现了减计 冲击了你的资产负债表 那么两次危机的成因 是不太一样的 事实上我们看到 爆发流动性危机的 三家银行 它多少少都跟 加密货币圈的 有紧密的业务往来 所以他们的倒闭也对于 加密的稳定币 带来不小的冲击 不过我们看到 随着这个投资者 对于传统银行业的 不信任加深 所以这种去中心化的 加密货币概念 已经承担起一种 避险的一个作用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事件发生之后 比特币从去年6月以来 又首次突破了 这个2万6千美元 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现象 对 本来一般这些事情 发生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 避险资产的价格都会上升 比如说美元 它的一般来说都会走强 对吧 那么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了 美元不但没有走强 而且还相对于 其他的货币大幅的走弱 那么同时加密货币 它的价格在不断地往上涨 那么这个是跟我们以前经历过的 这个经验是不太一样的 那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也说明了 投资者可能对于 这个美元资产的上市的进行 不仅仅是因为这一次的 这个银行业的暴雷的冲击 那么从无战争开始 其实国际社会也发现了 他自己的这个美元储备 是收到 收到美国的这个控制的 那么甚至可以在一生令下 化为乌有的 所以这个也引起了 国际社会对于美元 作为一个储备货币稳定性的 一个反思 所以这一线都造成了 这个加密货币 还有这些数字货币 它反而在这个 这个避险的这个时刻走强 是 那么回过头来 我们再看这三家爆雷的 这个银行在相继 遭到接管之后 感觉起来市场似乎 现在已经松了一口气了 但是家具引发存户 心有余悸 因此发生了像 这个存户会对中小型银行 缺乏信心赶紧把他们的存款 搬到一些大型银行去 感觉起来他们是比较放心的 但是这会不会触发更多的问题 比如说触发更多 美国的中小型银行 更加难以经营下去 其实美国就是在金融危机之后 它不断有银行倒闭的 只是这一次的规模特别大 那同时引起的这个震波 也特别的远 中小银行其实存在有很长一段时间 其实你到了美国中心部 你会看到其实打了银行 它由于之前的美国的一些翻弄弹法案 其实它在一些边缘地区 它的势力并不强的 所以到了这个地方 其实中小银行的存在 银行的存在是有必要的 那至于说是否会继续的出现 这个几题的风波 那么我们看到 这个美国的监管迅速的出手 对吧 那美联储动用了一个 这个特别的借贷的通道 那么同时这个FDIC 从这个财政部那里 拿了400亿美元 作为一个紧急的备用的资金 去保证这个所有的存款 那所以只要这个信息 能够如期地回到这个银行系统 那么我们相信 这个几题的事件 和重要银行暴雷的事件 会逐渐得到缓和 是 现在市场的焦点 转移到美联储 即将召开的这个议席会议 那么看看美联储 在同时要应对这个长期通胀 还有对于金融稳定 这个两大难题上面 到底会做什么样的决定 那么市场基本上觉得说 可能这一次的这个议席 可能加25个基点 基本上是大概率的一个事件 不过现在市场 最大的这个关注点 反而是在于 美联储在今年 有没有可能会掉头减息 那你说这样概率大不大 我觉得理论上来说 就是说有应该做和 实际上会发生两种情况 就是应该呢 其实我认为是不应该减的 因为通胀还是非常高 那个实际的利率还是负的 那同时呢 美国的这个经济呢 都任性十足 所以你继续加的话 其实通胀也没有下来多少 所以在这种综合考虑上 其实是不应该减息的 但是呢也考虑到了 现在这个美国正在遭遇 全球都在遭遇 一波这个对银行业的冲击 那金融市场呢 它反映这种风险呢 它的速度是非常快了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 美国的这个债券的 隐含波动率 它已经飙升到2020年3月 就是这个新冠疫情 爆发以来的最高点了 所以呢我觉得 终上考虑吧 我觉得可能实际上发生的事情 虽然我尽管我刚才讲的是 应该发生的事情 但实际发生的事情 可能就是事与愿违 然后呢美联储呢 不惜牺牲自己的 这个货币政策的信用呢 去掉头减息 被市场的裹挟掉头减息 是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 现在市场上似乎已经消化了 有关于这个美国地区新银行 倒闭的这个消息 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我们看到瑞幸的这个危机 又令到欧洲股市 目前又处于大幅下挫的一个情况 那么持续困扰的市场的 这个因素还持续在 那么特别我们关心的是 港股的部分从去年的这个高位呢 回落之间已经接近调整 快五成左右 那你觉得到底什么时候 才可能会见到一个 比较像样的一个反台 现在我们在2万点楼下了 那其实呢今年 我在去年10月底的时候 对今年设定的横止的目标 是2万3千点 那么又想到三个月就到了 那么它的最高点 在2万2千7百多点左右 离我们的最高这个目标价 只差了不到1% 那所以呢市场现在的回调呢 一个是这个地缘政治吧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 因为市场涨了急呢 那很多交易员朋友呢 他可能也想获利了结 那毕竟呢 从去年做到现在 50%的这个回报呢 其实今年可能就可以去打鱼了 所以现在暂时还是一个回调的状态吧 因为毕竟呢这个地缘政治的风险 还有这个美国以及全球 欧美银行业的这个冲击呢 它都会影响到香港这种 这种开放的小型的开放的市场 所以呢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到了1万8千6百点左右 我们再看一下 看一下呢是否呢 我们在这个点位呢 会有一定的支持 那么这样的话呢 随着这个中国经济的复苏的 逐步的展开呢 其实我认为呢 信心呢也终将回到香港市场 OK 非常谢谢 孔先生就我们今天 产生热点话里做的分析 非常谢谢你 再来关心市场其他的消息 富士康的母公司 鸿海科技集团 公布去年第四季度的净利润 按年下滑接近一成 不过去年全年的合并营收 创出了历史的新高 所以董事会呢决定派发 每股5.3台币的股息 这是1991年上市以来的新高 鸿海第四季度的营收 是1.96万亿台币 按年增长3.8% 创出第二高的记录 不过税后净利呢 按年下滑接近一成 而去年全年的合并营收 达到6.62万亿元 创下历史新高 税后净利呢是1414亿元 是第三高的记录 全年的毛利率是6.04% 持平于近四年的高位 展望今年鸿海表示 预计业金呢将会持平 而受到消费者 跟企业需求下滑的影响 那么消费智能产品呢 将会放缓 但是云端网络产品 以及电脑终端 和其他的元器件 将会持续增长 那么集团同时也公布了 今年的六大发展主轴 包括扩张 北美的电动车布局等等 下一节带您关注的是 英国正考虑 要限制使用TITO 对此中国外交部呢 呼吁英方不要犯化 国家安全概念 我们待会见 好 再来看欧洲股市的再度重挫 主要零售商的业绩不如预期 加上瑞士信贷遭到抛售 股价暴跌超过两成 刷新历史新低 这些都让市场担心 银行业的危机在线 目前各主要股市跌幅呢 介乎接近2%到超过3% 银行股的分类指数呢 急跌超过6% 从本月8号至今 指数当中的银行股市值 已经蒸发超过1200亿欧元 接下来我们再您回顾一下 昨夜美股的收盘数据 作为道琼斯公园指数 结束5连跌收升1.06% 标普白指数也升1.6% 至于反映科技股表现呢 纳达克指数更大涨超过2% 社交平台脸书的母公司Meta 将会再裁员1万人 另外苹果公司呢 会推迟向员工发放奖金 去年宣布裁减 1万1千个职位的Meta 决定今年再削减1万个职位 同时暂停开设 5千个职位的计划 以及取消优先秩序 较后的项目 同时呢会精简中层管理层 那么行政总裁 扎克伯克向员工发短讯 指公司需要做好准备 面对可能会持续多年的 经济新环境 另外彭博社报道 苹果公司呢 将会将部分员工的奖金 派发时间 由4月份延后到10月 同时呢会更审慎的批准 雇员的旅游预算 以及容许部分空缺留白 另外报道也引述了 消息人士指苹果呢 没有计划解雇员工 但是会减慢工程以外 部门的招聘进度 英国目前正在调查T-TOK 出于所谓的安全原因 考虑要研究限制使用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回应称 在数据安全的问题上呢 中国一贯坦荡开放合作 所以呼吁英方 不要放话国家安全概念 2020年中国提出 全球数据安全倡议 明确提出各国应要求企业 严格遵守所在国法律 不得要求本国企业 将境外产生获取的数据 储存在境内 尊重他国主权 司法管辖权 和对数据的安全管理权 未经他国法律允许 不得直接向企业或个人 调取位于他国的数据 中方是这么说的 也从来都是这么做的 我们呼吁有关国家 认清客观事实 切实遵守市场经济规则 和公平竞争原则 不要泛化滥用国家安全概念 为各国企业提供公平 透明 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另外作为全球第二大 智能手机市场 印度正计划要针对智能手机 制定新的安全测试规划 包括强制要求手机制造商 允许移除预装的运用程式 以及强制检查重要的操作 系统的更新 那么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回应指中国政府 一关要求中国企业 在遵守国际规则 和当地法律法规的基础上 要开展对外合作 而印度政府有责任 根据市场原则 维护包括中国企业 在内的国际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今天继续在北京的访问行程 今天拜会科技部 双方还签署了 内地与香港关于加快建设 香港国际创新科技中心 安排的合作协议 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和国家科技部部长 王志刚的见证下 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 孙东与科技部副部长 张广军签署加快建设 香港国际创科中心安排合作协议 李家超表示 签署合作协议是进一步推动 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重要一步 标志着内地与香港科技合作 打开新片章 今天签署的安排就是进一步推动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重要一步 安排涵盖深化两地科研合作 创新机缘共享 成果转化 人员交流 发挥香港国际化优势 强化统策协调 很多的重点 标志着内地与香港科技合作 打开新片章 王志刚表示将做好内地香港科技创新合作顶层设计和战略安排 瞄准国家创新发展战略需求 以香港之所常服务国家之所需 支持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创新体系 凤凰卫视金小飞综合报道 香港旅游发展局今天公布 二月份初步防港旅客的数字是146万人次 按月增加大约两倍 这是自2020年2月疫情开始以来 单月防港旅客首次突破百万人次 这相当于疫情前每个月 旅客量的大约三成的水平 旅发局表示 这当中内地旅客的升幅显著 在二月份防港旅客总量接近八成 那么短途市场的旅客 则主要来自于东南亚 旅客防港目的方面 休闲旅客的比例持续路德增长 而旅发局连同全程商户向旅客派发 香港游里旅客消费优惠券 也乘式加码奖赏的内容 这当中港铁公司将会派出 10万张的机场快线车票 还有10万张游客全日通 以及10万张高铁车票 人民币30元折价优惠 总值超过2000万港元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晚安 再会 11万全都 deployment wi-fi- Pon mant 十万写 保重 不禅